好的兄弟们,咱们直接来看下半段的比赛 对面,曲孔庙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如果想看徐甫为什么被打成这个样子 大家看一下上半段,这场比赛 全程都很精彩,但是就是时间有点长,超时了 给大家做了一个上下段 一起发达,一起发达,上下两段都可以看得见 你要知道,对面是徐甫大克的徐甫楼 对面是一把风阵大克,大克的徐甫楼的 化身色,又差一口,一口血142 再出个法联 神佑了,这不是吸收神佑了 化身色,小死亡加大死亡倒地 对面,仅是一个女儿村 小死亡四个回合,大死亡十一个回合 拉起地骨,地骨拉起 神木赶紧换洋户 但是还有一个小死亡的问题 大死亡解决了,小死亡怎么办 对面是木 一把侵蚀 再来 反控对面女儿村 被徐甫大克轻楼 打出这么大的优势 那你就想知道上半段有多精彩 大家回头去看一看 小死亡对面趁着这把青蛇 反点一手天降神剑 给到对面的神木 但并没有劈死 不过观众房神木林是有速度 能不能把对面的神木林给带走了呢 没有带走 出163 观众房出法联 再出163 神木林并没有死 两把163连接 经纪五将观众房大藤给带走了 在这种危难的时刻 对面竟然完成了一把反点杀 这样没了四处的大藤以后 青蛇楼这边的战斗力也会被缩卷了 本来是清场的关键时刻 但现在没有了大藤官捕 上一把巨剑 还捕了一把巨剑 地厅建设被女儿赶紧打针 给地府 观众房继续捕地厅 还得接着冲 对战方要直接逆惊了吗 观众房再捕一个地厅 小死亡挂中大藤还没挂中 被打了阵以后 灰命中降低 这种就剩下几个人 对面竟然想逆进 还逆进成功了 把华真寺身上的小嗓解掉 他现在需要换养裤 把大嗓再处理掉 这种情况 对战方竟然逆进成功了 真是神仙指挥 四个宝宝 一个残血的女儿酸 这是现在观众房的巨大优势 对面就是一个女儿酸 四个宝宝了 地府站起来 竟然还能延长 观众房的大藤官府 拼平赶紧封特技 四月深香 空地厅 封进去了 战底 观众房投资的是谁 投资的就是这个被封的地厅 这如果地厅哈不出去就很麻烦 拉起大藤 继续给效力 一把驱散 防止你肚结精神 观照万象 压住大藤 保地厅 这地厅的速度 肯定是慢过大藤的 所以一定要点着大藤去压 才能保住 五号位的地厅 四千 双吸收 地府 差一次 来水击三千 再亲一个宝宝 对面 现在这个局面 很难受 还是女儿孙 女儿孙 加两个残血的宝宝 亲了 最后一口气 对面 继续再招 观点方也是继续 招宝宝 没 哎 地厅呢 女儿孙 还有四个宝宝 地厅呢 怎么出了个童子呀 拉起化神色 人解地厅 这回合地厅还能用 小死亡挂重 我和四伯拉起来 再卡一个大金 保住女儿孙 观照万象 哎 这地厅速度也不快呀 但是足以 速度也挺快的 足以把对面的 神木林压倒 继续 神木林 小爽倒地 化神色 手里还有三个宝宝 化神色 能不能继续 补地厅了 神木林 接着秒 主要现在观众 缺个大堂 你知道吧 缺个大堂 缺好多事的 继续 群秒 化神色 快 快 来来来 还魂咒 再拉起大堂 大堂 再补宝宝 高速高连 继续 想着清观浪方的 底蜓 岁月 强控化身 似不给你 恢复的机会 观浪方 还能接着点化身呢 啊 这个情况 就还能接着点化身 对战方 继续打针 蹄虎 宝神木 继续打针 小死亡 点了大堂 官府 顶着香四汗针 挂中的小死亡 继续点大堂 一听秒一下 大堂倒地 他是用孩子 拉起来 他血量不多的 九转拉起来 血量还多点 地府再 堵一堵 双输出 他还是倒地 秦楼这边的 优势依旧 非常的大 孩子也没了 宝宝再飞一个 善报 善报 哎哟 有没有地听了 亲爱的 观浪方手里的宝宝 还很多 但是有没有地听了 秦楼的地听的数量 和质量 就目前来说 还比较有限 还做不到像 那些豪门一样 尤其是 紫离神 真宝 跟渠府 这三个福气那样 就是一直处 当宝宝数量 还不错的时候 他对面 这种渠府 这种福气 可以做到 一直处地听的 但秦楼现在 还做不到 看这个样子 秦楼这边 应该是没什么地听了 大堂可能会 大堂也有五个宝宝 但大堂倒地了 地府也可能会有 但地府 地府究竟有没有 地府也有五个宝宝 在手里 他说确实 数量不够用 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比较现实的问题 观浪方 化身色 出了红色了 那这名化身色 手里就没有地听 有地听 现在肯定出的 这个没商量 有地听 现在肯定出 不是没有地听了 要不就是那些地听 已经 没什么威力了 那观浪方 什么里还有地听 那接着出了 看一下这个地听的威力 怎么样 而对战方 也补了一个地听 屈服那边 也给你上地听压力 此心息走 司书终于可以站起来 看一下 大堂现在 没有巨戒 只能是用技能 化身色 中着发文侠 观浪方 再空一手 反正就不让你 活出这口血 发文侠 喊赞 也没有解掉 火火慈悲 人拉 大堂 万兆万象 对面地听 速度更快 接下来 波罗该怎么打 眼看着对面的状态 越来越好 唯独优秀的 就化身色 他活出这口血来 再把对面 地听清掉 神灵接着压死 对面 打到一个后期那会儿 对面重点就是 对面女儿村 就重点照顾 观浪方的地步 一直给你打针 一直打针 一直打针 就是照顾你的地步 然后就是控你的地步 翻文侠终于是解掉了 观浪方 似于身相 还是控化身色 还是不让你搞恢复 打针 还是给地步 就是他就盯住你地步 这一个点 而观浪方就盯住 对面化身色 这么一个点 对面盯地步 是不想让观浪方进攻 观浪方盯化身色 是不想让对面恢复 所以双方肯定都没问题 一个是进攻方 一个是防守方 卡了一个五龙丹 防止观浪方 给小死亡 对面也是打得戏 因为这个时候化身色 不能再中小死亡倒地了 再中小死亡就真没了 渠浪那边已经消耗了 大量的药品 再倒一次 这药品可就不够吃了 除了神木林 和大唐其他的药品 都已经是个位数 尤其是九转的消耗 队面都非常的大 再控大唐 美风中 拉起化身色 这回再给你一个无魂 看看你舔不舔 无间地狱开起来 小嫂你不让我挂 我就给你上无间化身色 无奈推拿了 其他队友暂时我先不救了 我先把自己保住了 慢慢叠人心 再说别的 先给自己推拿一手 因为队长方也清楚 化身色再中小嫂倒地 真的没救了 大唐其 四叔这边也舍不得扫 你扫一下的话 要休息会合 还挺拖节奏 但是平衡的话 伤害是明显不够的呀 咱有一所一 你这 很扫是拖节奏 尤其清场的时候 你不乐意让大唐休息 但你平衡伤害不够 你这不白搞 那观战方 接下来又补什么宝宝 岁月强后 对面没了人心 观战方也不用重点 去照顾他的化身色了 把神木林再次压死 压死神木林 有件地狱化身色就得吸 吸了以后 观战方回头 可以再杀化身色 对吧 化身色先补一个宝宝 回点愤怒 回点血 直接上地听 大唐起指儿 防止对面反点杀 因为曲腐这种反点杀 能力很强的 又怕这个轻蚀的出现 所以四叔这边上了一个指儿 先防一下 起一手指儿 大家看似好像是防守 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去进攻 你保护好自己 不倒地 你才能更好的去进攻 你倒地了 就像刚才 对吧 你一个不注意 四叔被点死了 那么长时间站不起来 你还进攻个啥呀 你不做防守 你进攻不了的 刚才 四叔那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被人家点杀了 关键时刻 人家残血把你点杀了 你就站不起来 你就没法去清晨 所以这个指儿起的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一把青石出来 继续杀你的化身色 这回如果能把化身色杀掉了 感觉就差不多了 直切空切化身色 又一次把对面的化身色看掉 对面三个残血 这三个残血 他的上限 没有了化身色 他就恢复不上去了 化身色 现在对面化身色 是七回合的大死亡 四回合的小死亡 他已经没有资本去逆进了 对面哪有那么大的资本去逆进 前边那把逆进也实属不易了 这个时候就更难了 小死亡没挂中 倒也无所谓 只要能点死就行 倒也无所谓 对战方防一下自己神灵被点杀 地府还中了凡文侠上巨剑 你看见了没 就取辅他的防点 反点杀的意识非常的强 哪怕这种局面 他依然想着反点杀你 所以说四叔刚才那把防守 没有任何的问题 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 秦楼这边没地厅了 或者是只有少量的地厅 可能剩下一个两个了 你怎么去清这个厂 对面不行了 没有恢复 全都残血 但你怎么去清 怎么去清厂 这个问题就给到了秦楼 你前边是出过很大一波地厅 充策的 你想想能把局部打成这个样子 秦楼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 宝宝方面的资源 尤其是目前秦楼 比较稀缺的地厅 在压死神墨 无间地狱 现在也结束了 再卡一个大金 再守着大藤的尸体 回头再把女儿村点一点 小死亡一定要挂中 孔神墨也风中了 清新咒保一下地府 官家方点谁 点对面的地府吗 先延长了 先延长了化身色 这回合没有点 那下个回合 控一下对面女儿村 是不是就可以点 还是得靠小桑 无间地狱cd没到呢 刚用过无间地狱 对面直接换了个地厅 福林火山走起 两个地厅 曲府给你玩了一波 反冲刺 突然让我想起亮剑了 李云龙那个反突围 这是一个战术 反突围 不知道兄弟 像咱们这个年纪 应该都看过亮剑 直接两个地厅给你上过来 四语深乡再控大桃 官家方反控对面女儿村 但是人家出青石了 速度更快 渡截精神保一下 关键时刻还得保 毕竟两个地厅 人解神木灵 对面给地厅卡上一个小四海 把血量往上补一补 小死亡挂中 有渡截精神 够不够 一个地厅吃的 神木灵这边还中了发文侠 你观察方的法宝挺准的 对面法宝他也不差呀 关键时刻中了一发文侠 保住了地厅 这俩地厅都比神木灵速度慢的 这个威力 渡截精神被破掉 大桃直接倒地 愣是反点杀了 就这种情况 他愣是反点杀了 秦楼实在是冲不动了 不是秦楼不想冲刺 他实在是没东西了 这就是秦楼现在就是 菠萝吧 那种巧不难为 无米之炊 尤其是当被曲斧 打克的时候 能打成这个样子 菠萝也尽力了 一个地厅砸下来 观察方化身色也砸没了 化身色都给你砸没了 这就是曲斧地厅的强大 秦楼打出这么大优势 清不了场 曲斧没有任何优势 随便换俩地厅 他就可以清场 这就是宝宝方面的差距 要不说人们说地厅系有 其实也没错 现在就是拼宝宝的时代 一百次好 再换地厅 秦楼已经把曲斧打成 这样子了 你就是清不了场 你地厅不够 质量上不去 你就是清不了 曲斧那德行 他被打成这德行了 反手俩地厅 把观察方团灭了 幸亏观察方有疑速 一把磁壤就起来 什么力量 他搁这儿抖着呢 他搁这儿抖着呢 对面继续上内厅反冲 天王我波 解掉 大针赶紧给地府 不让你延长 但还得防地厅 现在观察方有个罗汉 九番清联在防攻的 魔镜加上 小死亡又挂中了 顶着江四汗针 也是可以的 战敌 大藏也加了 一个攻击厅 一万三千一带走 那现在就形成了 另外一种局面 对面虽然没有恢复 三个残血 但是观察方也没有输出了 你大唐神木都倒地了 对面哪怕残血 他也不怕你了 你没输出 我残血又怎么样 反正你打不死 所以说这个时候 屈服那边已经是彻底 稳住了局面 虽然说指挥 在这个团队里也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你要知道 梦幻西游这种PK 根儿在哪 地基在哪里 根儿说白了 就在于你的硬件和宝宝质量 对吧 这是根儿 有了这个根儿 你再谈运气 再谈指挥 再换 这地匹 茫茫多的地匹 对面这波看看能不能冲下来 因为对战方的宝宝 他也不多了 大唐没宝宝了 神木没宝宝了 地府剩下一个宝宝了 如果这波顶下来 感觉青楼赢下的机会 也不小 当然从比赛 长度兄弟们也看得出来 青楼啊 这没顶住 这没顶住 这地匹太狠了 咋过来太疼了 你把金青 扯着扔过去 这比赛 也是近期看到 比较精彩的一场比赛 太刺激了 但也同时看出来 波罗的无奈 就被曲腐大克打成这个样子 波罗确实尽力了 曲腐可是国标之王 近一年成绩最稳的一个团队 也是最好的一个团队 被人家打克国标对决 能打成一个这个样子 波罗已经尽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是没办法 真的是看出了那种无奈 波罗可能现在摇摇头只能苦笑 却又无能为力 当然秦楼现在也在更新当中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过上几个月以后 秦楼这边也会把宝宝这边提高不少 因为斯珠也一直在更新宝宝的 对面花生死了长时间倒地 混账风真的是冲不起来 尽力了 精彩 拜拜